訪話讓他被抄家滅族 簡直夾破人亡 那我不曉得今天你們媒體斗示了 陳佩琪自爆 至少有1628萬元的金流 他解釋分別來自遺產535萬 醫生存款還有選舉捷餘款 以及演講 紅包等等 但各界質疑 為何在京華城容積率拍板後 他要在35天內 跑ATM存款20幾次 到底有什麼錢 要存得如此頻繁又這麼急迫 都是陣陣當當 清清白白的錢 整個家 就是超加滅圖就是已經家破的夢 綠媒記者爆料 獨家掌握柯文哲USB內容 小省1500 但法院似乎不認為 這跟收會有關 名嘴諷刺柯文哲父親 沒這麼笨 會讓你如此查匯款 檢調泄密恐遭判森裂徒刑 但六媒記者竟然赤裸裸說 就是從檢調手中掌握獨家消息 但各界質疑泄密 記協發聲明說是踐踏記者尊嚴 但他開記協幹部名單 從會長到常委都是自由時報 等親律的媒體有關 網友狂轟記協 你怎麼不譴責 衛神先判抹黑咒謠 你可以踐踏司法人權 難道就不能指引你的採訪手段嗎 檢調人員把偵訊中的重要資料 透露出去 顯然關係非比尋常 如果有必要收手也該收手 憲民風暴中 情侶週刊天天報案情獨家 名嘴砲轟 從捧高端到專報這一檔的弊案 是不是仗著自己背後有靠山 我就請問靜週刊 你寫了這麼多馬英九的山中案 寫了這麼多徐曉星的弊案 你在COVID-19今天報導的 這麼多高端的新聞 我請問靜週刊 我請問裴偉 哪一條是真的 哪一條是真的 導播沒有特寫嗎 哪一條是真的 一條是真的就好了 只要一條是真的 徐曉星就進去了 你只要一條是真的 馬英九就死了 馬英九徐曉星高端 你近週刊寫了幾條 寫了幾次 那為什麼徐曉星還在當立委呢 有人抨擊 檢調洩密 綠媒亂報 利便陳佩琪和民眾黨也哀哄 挑特定的媒體放消息 詭異的是柯文哲的兒子 在爸爸被羈押時 卻PO自己在紐約吃牛排大餐 陳佩琪如今的眼淚 不知道來自哪一種五味雜陳